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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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Me Before You Series 講座入宜前的第七集 我們這個Series會邀請不同的大學生 來介紹不同的大學program 我是Bell,今天的host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Thomas 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吧 Hello,大家好,我是Thomas 我是今年在抗U裏讀的 G Law,今年Year 3 你覺得為什麼會選Law? 其實這也是關於兒時的夢想 就是說小時候 會看不同的電視節目 會有法庭主題的電視節目 那時候就會覺得 那些在法庭上戴著假髮 然後站起來說話的人很帥 就算將來都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其實大過一路成長的經歷裡面 比如說看新聞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 會看到新聞的題材會關於法律 尤其是有時候會有些案件 有些判刑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有趣 很慶幸自己在公開試裡面 都有足夠的成績去進入這個科目 所以就讀了Law 我覺得一路讀Law以來 得著其實是比自己想像中多的 除了是法律上面的知識之外 也都是練到整個人的邏輯思維 因為始終去讀法律 和應用法律的時候 其實要用到很多的常理 人情 這些所有東西都要用到 才可以很準確地用到法律 所以這些所有的得著 都是繼續令我繼續讀Law的原因 我聽說Law是 LawDegree是除了LawB 就是Law之外 還有G Law B Law 和A Law 其實幾個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如果LawB 就是叫純Law 就是一個四年的Program 就是這樣讀Law 如果其他WDegree 剛剛所說的A Law B Law 和G Law 就是一個五年的Program 就是會讀Law 加上會讀他第二個Degree 如果這樣講Law來講 其實你所有Single和DoubleDegree 讀Law的範疇都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同學可以用 讀多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讀多一個Degree A Law 就是讀Arts和Law 就是講翻譯和文學 B Law 就是講Business 就是講關於商業上的 G Law 就是Government 就是我現在讀這一科 就是讀一些政治和Law的關係 OK 那這三個DoubleDegree 他們他們 就是有沒有說出路 會有什麼不同的 如果是講 在法律上的出路 其實大家都一樣的 同學都可以去選 Solicitor 就是事務律師 和Barrister 是帶來做的 至於 因為有些同學 有DoubleDegree的關係 他們的出路 相對上會比較廣一點 因為他們 讀的範疇也比較多 B Law的同學 就可以讀Business 去做Business方面的工作 G Law的話 就可以去做Government的工作 聽你這麼說 真的有很多選擇 對出路方面 你作為學生 你會怎樣去裝備自己去 去選Business 一些出路呢 學生 很多不同的Law的Student 都會在他讀這幾年期間 去做不同的實習 如果跟大狀去做實習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 Mini Publish Mini P 如果跟事務律師實習的時候 就叫做 Intern 就是跟大狀和事務律師 去做 當是一個徒弟 指派我們做的工作 可能上庭去看他們 去說話 或者做一些Paperwork 除此之外 也會有些同學去參加 叫做Vocation Scheme的東西 就是一些國際的律師事務所 會提供給一些 最後一年讀書 或者最後一年讀書的Law的學生 去他們的律師樓做實習 如果他們做得好的時候 這些律師樓 更加會在他們考完PCRL之後 就會給他們一個提供 他們繼續在那裏做 OK 我聽你說了很多次 Barrister和Solister這兩種律師 其實他們主要是有什麼分別的呢? 他們的分別就是 他們工作的環境都會有幾不同 Barrister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在法庭上 去審問證人 或者去作出不同的陳述 他們講求的就是多一些oral skills 就是如何去有很好的口才 可以表達自己想說的話 如何去維護他們客人的利益 至於 Solicitor事務律師 他們做的 多數都是一些 paper work 就是大家看到 在那裏坐在那裏做 很多很大的文件 就是他們 他們就要做一些 比如說買賣樓 或者去做一些人事的索償 都是他們去做的 OK 其實他們兩個工作的成績 這麼不一樣 有沒有說 哪些人適合做Barrister 或者Solicitor 我覺得有心做Barrister 都是一些口才比較好的同學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喜歡辯論的同學 因為始終在法庭的環境 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就是可能一些證人他們說的東西 是不是你所預期的 或者你對家說的東西 是不是你所預期的 那這些都要很合急才 還有怎樣去用很好的說話技巧 去說服到法庭 至於Solicitor方面 就是一些可能 Writing 或者Reading Solicitor比較好的同學 因為好像我剛剛所說 他們要做的 很多都是Paperwork 那要對文字很敏感 才可以做到 在Paperwork 即是咬文著字方面 要維護自己客人的利益 OK 那如果你自己 你自己有沒有說 我聽你說 你有參加Mini P和Intern 你有什麼很有趣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有趣的經驗 我反而想講一個比較感人的經驗 就是講我有一次參加Mini P 就是上映庭 那天是一個Verdict 就是裁判 就是講那些被告人有沒有罪 那一庭就有幾個被告人 一起被控告一條罪名 有部份是無罪式劏 有部份是因為被判了有罪 就有機會要面臨坐牢的刑罰 那我就看到他們其實 出到去 停在外面的時候 都會抱在一起 有些被告人因為被判有罪 而會哭 那我覺得整個畫面其實很傷感 可能他們做錯事的時候 就要面臨懲罰 那樣 但是可能見到身旁的人 是被人入罪 自己沒有入罪 或者是自己被人入罪 整件事都很傷感 就是因為同一件事 但是他們本身是無不相識的 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他們經歷了很長的審訊 這樣才會認識到大家 然後最後有些不同的遭遇 就是最後大家有不同的警方結果的時候 都會認識對方 那你除了在這些實習 你有什麼得著呢? 或者學了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都是 學了一些在書館上學不到的東西 因為始終讀書的時候 那本書是死的 即是他所教的知識都是死的 怎樣在生活裡面 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些是要出去實習 才會自己經歷到自己去學到的東西 那通常你們是會怎樣找這些實習的? 這些實習多數就是在上網找 那有些同學會透過一些求職的網站 就去報讀一些實習 那些實習 如果是MiniP的話 通常都會同學自己寫上去的律師樓 就問他們請不請這個實習的 因為這些MiniP的工作 都甚少會在求職網站都看到的 即是會不會主動去找個大狀 即是問他可不可以跟他 會的 很多同學都會 有時候還會因為跟過一位大狀 那他的大狀再refer他去另一個大狀 那裡都會有的 所以可以試多些不同方面 是的 因為始終律師這方面就好像醫生 醫生有不同的專科 其實律師都有不同的專科 即有些律師可能打刑事方面 會比較厲害 有些可能是做文事方面 會比較厲害 不同的專科 跟不同專科的律師都會有 不同的經驗和知識 OK 那我剛才也聽你說的一個叫PCLO的試 是 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如果想做Barrister 和Solicitor的同學 就是一定要考的一個試 就是在讀完自己的Degree之後 就要再讀多一年 然後就去考這個試 然後考到的時候就可以 當一張入場券 就讓你去做Solicitor 和Barrister 所以要考了PCLO 才是叫做律師 即是順利法 是的 OK 那是否所有人都會考這個試 會不會說 如果不考PCLO 有甚麼出路的 其實因為PCLO 它的名額都不足以涵蓋 所有讀法的同學 所以有部分同學就不能考的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始終讀法這方面 很多僱主都會去認受這些同學 因為始終好像我一開始這樣說 讀法 其實它所訓練到的Skills 和想法的方法 其實不是只有法律才會用到的 很多各行各業都會用到這些邏輯的思維等等 所以其實有法律背景的同學 其實出路都不需要擔心 就算考不到P OK 那我們現在說到很遠 可能現在讀中學想選法律的同學 可能更加關心的是 其實法律這方面會不會很搶呢 我覺得法律方面就 慕容置疑就是 如果給中學來講 要看的書一定會多了很多很多倍 OK 對文字方面 首先一定要不抗拒 因為始終 法律就是 一本白科傳書 裡面有不同的知識 你一定要看完它 你才會認識 但是 以我一位大學生的經驗來講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去讀法律 有些同學會不斷跟自己說 讀法律就好像看一本故事書 因為法律就是由不同的案例組成 案例就是一個故事 它的故事就是可能 有不同的人物在裡面 他們經歷了一些事 最後在法庭就有這個結果了 就好像一個故事那樣 就可以令自己看得舒服一點 就是看故事應該都會開心一點 就是猜猜他最後究竟會不會判他 是的 其實這個就好像 有小事清淡小說那樣 那導致自己開心一點 那有些同學就會 我們會有兩種讀書的方法 有些就是我們叫做很薄盡的讀書方法 就是會把所有老師給的材料看一次 再上網去找其他課外書其他資料 也有一種叫做比較佛系的讀書方法 佛系 就是一種 就是可能會問一些高高年級的同學 去借一些他們的梳士 就是一些 精華 雞精 對 雞精的筆記 然後就這樣看那些雞精筆記去考試 那雞精筆記的內容都會比較少 就是比較精簡 那考試的 對考試的用途其實都足夠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個人也是用這種方法 但是如果想真的很認識這一方面的知識的時候 其實始終都是看回所有原文是最好的 就是是不是 我見到一些Law的朋友就是 他又拿著一塊塊的 敬厚的Case來看 是 這個是 很正常的 是博盡的同學會做的 有部分人會做 有部分人也會看雞精筆記 OK 兩種方法 如果看雞精筆記的時候 自然就會輕鬆一點 嗯 那除了讀書之外 你Law的同學會不會參加什麼學會的活動呢 都有的 就是除了Law自己會有一個Law association之外 有些同學都會參加 因為有些Double Degree的同學 會參加第二個Degree的學會 就是可能是 Government 就是Politics的學會 或者是Business的學會都有 也有些同學會參加一些比較 Sporty的學會 或者是Arts方面的學會 或者一些是做義工的學會都會有 所以其實參加學會 大家可以不需要擔心就是不會 不會只是讀書沒有參加學會的 參加學會都是一個大家都會經歷過的一件事 那有沒有華麗Law的學會 就是舉辦的活動是特別不同的呢 特別不同就應該都不會的 應該和大家都差不多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 就認識到更加多人了 因為始終在Law這一行裡面 就認識自己的同學 除了可以在讀書上有一個夥伴之外 其實都有機會將來在工作上都會遇到 因為始終其實Law這一行 都不是真的特別闊 其實那些人都不會特別多 那可能今天的同學就是將來你的夥伴 其實認識多一個人一定對你有好處 是的 我們今天都講了很多關於Law的資訊 真的很感謝Thomas你接受我們的interview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還有很多學科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訂閱我們 然後看我們其他的影片 那今天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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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